那师父您说你有烦恼 那开悟的人也有烦恼吗 开悟的人的烦恼和普通人的烦恼有什么不同啊师父 开悟人的烦恼 佛陀有没有烦恼我问你当年 也有烦恼 好了你这句话就用不着问我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开悟人的烦恼和不开悟人的烦恼 烦恼是一样的 只是开悟的人烦恼即菩提 他一烦恼了 他马上想出办法解决掉了 他一烦恼了 人家烦恼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三年 他呢一分钟两分钟结束 那不就是菩提了吗 对不对啊 对师父 感恩是我师父说的太透彻 就是这样 烦恼都是一样 对不对啊 讲老实话 烦恼就是什么 烦恼你比较吃东西 很多人肠胃不好 那么一烦恼 烦得来非常不开心 像我们是什么呢 对不对啊 我们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了 我们一点不烦恼 为什么 我们消化系统很好 吃下去就消化掉了 是是 就这样 真的是 就像师父说的 你看我们去医院转一圈 你看那些在床上躺着生病的 哎呦 真是我们太幸福了 真是 想一想 这就是你的悟性了 真的是 师父 哎呀 你看就是上次原来一个朋友去医院 我跟他去医院之后嘛 路过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呢就快死了 临死之前来的他的儿子跟那个谁 看他的妻子然后呢就开始倒气 就我看的也是哎 这人生真是无常啊 哎呦 你看到看到了吧 可怜吧 真的非常可怜 我告诉你 等到 等到你们这个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嗯 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